台湾早期传统社会常出现在喜庆嫁娶场合的纯拿灰 结合了剪纸、缠绕与刺绣的技术 至今却逐渐失传 设计师姚延轩为了传承这项记忆 延续传统纯拿灰作品 更将缠绕制作改良 小到配饰、大到画作 变化出全新创作 我会想要传承台湾的纯拿灰的工艺 是因为我觉得这个传统工艺很可惜 那它很精致 那我希望可以让全世界的人知道 台湾也有如此精湛的工艺 那我们不需要说就是总是国外的 我们需要把我们本土的、在地的东西 就是把它改良 或者是文化复兴之后 经过设计师、经过我的方式去呈现 姚延轩的各展、影响思绪 由新一区公所与松山文创园区共同主办 即日起至5月30号在四四南村信义公民会馆展出 那纯拿灰那时候就是结婚的一个很重要的饰品 那透过我们这个松烟的这个设计师呢 来把这样子的一个饰品做一个很精致的产出 然后成为我们台湾之光哦 那我们希望呢 更多的人来看这样一个作品 对于这个眷村的意涵可以更加的了解 那它最特别的地方呢 就是它用的是一个很传统的蚕丝工艺 就是做这个纯拿灰的蚕丝工艺 然后呢把它做成更现代的一种创新的诠释方式 甚至呢把它做成像各位现在看到的这个作品 是属于艺术型的一个作品 也是它对它是一个很新的尝试 我想在这个一般的这个坊间啊 也是很难得一见的 姚言轩更透过蚕丝精工饰品及创作 获选为台湾外交礼物 2020年更获选为IHM德国慕尼黑国际工艺大展的 台湾代表工艺家 让台湾技法名扬国际 也更贴近生活艺术 赋予纳辉新的诠释 记者问郡台北报道 谢谢大家